記得那個應該已經好了 對 好了 好了 所以妳有洗了妳的內褲嗎 我洗了一雙襪子 而且是全新的 怕兩位手 就它裡面還會有熱熱的 對 然後正在烘 它就可以變成很乾 有耶 很乾喔 然後像平常在家裡 而且它是會 在家裡烘的話 它會真的是要發燙的熱 它很舒服 這個我覺得有 玩車速或露營 對 只要有電就OK 對 對 這可以 這個讚 這個讚 這個好 真的喔 要聰明買啦 不要浪費錢 真的很心痛 而且它的東西都好大 都占 抽屜也占位置 心理量也占位置 大的人就買大的 對 大器的人 OK 好 那第一名是什麼 來 欣欣 好 接下來我們要公佈 第一名囉 第一名 為什麼別人買的餐點 都比我的好吃 有六萬多的網路聲量 就網友就表示 自己其實是個專一體質 所以每次其實吃飯 都是找自己吃過的好店 那其實呢 如果有一次 我想說 新鮮來潮 想要吃個不一樣的 想要嘗嘗新的口味 就會踩雷 Oh my God 連早餐廳吃美食 都是美食絕緣體 會不會讓你苦不堪言 好無奈 在場的應該是 所有人對吃最在意的 應該是趙哥吧 趙哥如果踩到雷 應該會幹掉 沒有 其實說實在 真的都是被 影片 或者是話術 又來 又來 我跟你講 我們人都是很直覺的動物 好 不好 其實說實在 自己有個既定印象 但是旁邊的人 如果再說一些什麼 你肯定會被 就上鉤了 對 你不能說我意志力薄弱 不是 是真的他說到我心砍你的手 就試試看 對不對 反正吃的東西 試試看不會怎樣 對 大不了就不吃 可是你看我這次 這幾年當中疫情 我曾經叫過了一個 這所謂的 算是業界 很貴的這個三寶飯 你們認為多少錢 一百多塊了不起 一百多塊了不起 我那一個叫三百 為什麼 我有照片 你們看一下 蠻豐盛的 對 蠻豐盛的 我當時在外送平台叫的時候 我也是看照片不錯 那就叫 叫到家裡猛一看 我就知道 心裡面就開始有點 有個答案 結果我打開吃 哎呀真的 不出所料 真的吃不下去 那個肉都是柴的 尤其鴨肉 鴨肉還有那個香腸 還有它那個高麗菜 炒得 到底是熟還是不熟 也不知道 這吃起來有點生生的感覺 問題是 它旁邊還配一些花生 我心裡面在想 這是哪一國的料理 這是 對 花生 是會不會知道 點餐出來是趙正明說 老兵啊 媽媽家的花生 不是 我外送平台 我都是用假名 我從不用真名 因為之前發生過一個事 外送的那個先生 看到我開門 你就是趙正平 這麼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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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因為上樓比較急 我說怎麼了嗎 我要給你拍照 這什麼肉 你知道 兇什麼 兇什麼 真的 這變得好拍一下拍一下 後來我想想不對 我不能這樣子搞 所以我才寫一封信 給那個外送平台公司說 麻煩幫我改一下名字 可以這樣喔 可以可以改名字 送的人就不知道我是 那你現在改什麼 你現在叫什麼名字 我不能講 我叫了 白痴啊 我不能講我改了什麼名字 反正我改了就對了 以後就避免生個問題了 所以那天來的那個 那個三寶飯 真的不行啊 吃了這個東西很主觀 搞不好有人喜歡 對啊 搞不好人家覺得300塊還便宜 搞不好有人就喜歡燒辣配花生 對啊 我下次會招待你一份吃吃看 好 所以也就因為這樣 這疫情這三年來當中 我花了兩年的時間 做了一個我自己的商品 今天這個 有有有 我那天有看到 送給兩位主持人 我那天有看到記者招待會 我也憋了很久 到現在才講 這東西要讓我好好的講 趙哥趙咖 我這個趙哥趙咖 這個牛肉麵 跟一般的真的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是 裡面沒有肉 沒有肉 有嗎 有肉 有肉 有肉很大塊 這個肉很大塊 我光是用的醬油 就是國內最貴的純手工的醬油 我是用那個豆油薄 豆油薄很有名 等一下我想想看 我是不是豆油薄 會不會整塊 什麼 什麼 豆薄 裡面最貴的金貴醬油 所以我不但是這樣子 我的肉 你的牛肉 我都去頭去尾 不要 我只要中間那一段 為什麼呢 頭跟尾會有大小的問題 所以你的 放到牛肉麵裡面會不平均 直接取中間這一段 你的牛肉麵還有牛油 沒有牛油 這個牛肉麵不會香 無肉麵一定要吃 有牛油 有牛的味道 我光是牛油自己 還跟蔥油去提煉 放蔥 放一些佐料去提煉 讓那個牛油更香 最重要的是這個牛油 是用和牛的牛油 那個香氣才夠 那牛肉也是用和牛 沒有 不可能 用和牛太米 我用澳洲 澳洲的牛健心 有人是叫做花健心 我是用 牛肉不是有兩條腿嗎 四條腿嗎 對 我用 那又要兩條腿 牛有四條腿 我用牛後面那兩條 的牛健 牛健心 很多人包餃子有沒有 都用豬腿厚肉 牛的也是 那個前腳 太瘦了 太瘦了 所以我是用最好的 那這樣一入 那一個人吃的份量算 蠻大包的 很多湯就600公克 很大包 你自己摸到 可以摸到肉 有 肉是大塊的 很大塊 好像摸 摸 你是在摸什麼 你會不會摸我的 而且你麵是我喜歡的 我喜歡這種細麵 你拿的紅燒是細麵 麻辣的是寬麵 麻辣的也是寬麵 所以那個味道也不一樣 所以保證讓大家吃的 回不去了 我先這樣子 我們目前業界 我們的藝人 有吃到的 都沒有給我打過 沒有給我打過槍 真的喔 那你有拿給真風國城吃過嗎 有啊 他的節目我有去送 他沒有打理稱 應該這樣講 他那天拿的是南瓜濃湯 我的牛肉麵賣到斷貨了 沒有貨 所以變成不小心給他的是 我說他比較胖 你還有別的產品就對了 對… 我就給他說喝南瓜濃湯 跟蘑菇濃湯 他比較胖 其他主持人比較瘦 就吃牛肉麵 是這樣 OK 你知道 不好吃喔 真的 這就不好吃 我本來想講一個狠的話 對 他想算了不行 不好吃 趙哥退出演藝圈 喂 一句話 這樣不行 這太硬 吃的口味真的每個人都一樣 對 這太硬 我只能說不好吃的話 我們盡量改進 做到你們好吃 只能說這個東西 真的是用心在做 對 花兩年時間 你光看這個包裝 你會覺得非常適合 花兩年時間 花兩年時間 真的 不好吃 趙哥退出演藝圈嗎 好嚴重喔 我猜到你們多少錢 今天一集拿多少錢 要講半天 他 滾出演藝圈 還要不累 要有信心一定好吃 對 就這樣 我回去吃看看 吃得好 給你那個 好吃 好 依依的妹妹很常被美食採 對 因為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士族鬼見愁 就是他壓哪一隊 我們只要壓法 一定會賺錢 那我妹妹是 美食鬼見愁 就是一間最好吃的餐廳 他選哪一個 他就是有辦法選到 裡面最不好吃的那一個 有一次就是他 跟他男朋友交往週年 他就想說 週年要來慶祝一下嘛 然後男朋友說 沒關係你去跳個餐廳 我請客 我妹就做足了功課 他上網看了一個評價 有一間新開的日式料理店 一個人要價六千塊 這個級別應該是好吃了吧 然後環境優美 照片很漂亮 評價雖然不多 但是都是四點多顆心 覺得應該OK 他就跟他男朋友兩個很高興 預約就去吃了 結果去的時候呢 全部都是分子料理 生蠔也打成泡泡給你吃 然後鵝蓋也用成冰塊的樣子 讓你吃 然後大家都知道那種感覺 我知道那一種 就是吃完之後回家 還是吃一個素食 來爆火腹一下好了 所以我妹就是一個美食 真的是不管怎麼點 都會點到雷的 但是我自己呢 就是因為 跟男朋友家一直訓練 我就是一個美食 怎麼點怎麼好吃 像剛剛趙哥 雖然介紹美食 但是趙哥不懂事 沒有帶給大家 我竟然有帶到現場給大家 對 不是 趙哥也有帶來 只是說這個 現在沒辦法煮 對 現在沒辦法煮 對 回去立刻吃 這個是花生捲冰淇淋 沒看過這個形狀的吧 而且它真的是超級大 也太大了吧 對啊 這一家真的是 拜託千辛萬苦 平常是大排長榮 他在南機場夜市 然後他花生捲冰淇淋 有改良過 來 先讓主持人 像這一個呢 是芋頭冰淇淋口味 可是男生喜歡冰淇淋 那小禎姐這個呢 是改良過 它裡面是包提拉米酥蛋糕的 就沒有冰 你們吃 因為我現在甜的不能吃 好 那就看大牛哥想要吃 你們真的很過分 那你去後面躲起來 我在這裡等你們 那他為什麼不吃 那我自己就選一個 你選一個 對 感冒 好好吃 很好吃 這真的很好吃 喔 導播看一下裡面 它花生粉超多的 好厲害喔 它是傳統的 而且它這裡面是皮拉米酥 所以你看得到 它有那個 包花生 你吃起來是芋頭的對不對 芋頭 祝你們肥胖 不會 我吃 我吃 超級好吃 趙哥難吃 你覺得OK嗎 超棒的這個味道 是不是它有鹹香鹹香的感覺 沒錯 好 結束了 這是在南京 南機場夜市 很大一卷 對 然後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然後它的香菜很新鮮 所以它就會有鹹香鹹香的感覺 嗯 而且很有層次感 對 很有層次感 然後它的花生 是一顆一顆有顆粒 因為它是現炒的 對吃 不用大家吃到味道笑 你知道嗎 而且它那個芋頭味 它這個芋頭冰淇淋的味道也好香喔 看起來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對啊 培絲 你們說提拉米蘇鹹香鹹香 那我換吃吃看 提拉米蘇 好吃 這提拉米蘇好吃 你咬一口看看你會愛上 你又吃新的嗎 對 沒有 不同口味 不同口味 我剛剛吃芋頭現在提拉米蘇 那你吃那個不能浪費掉 它看起來是常會浪費食物 對啊 你怎麼這樣這樣質疑我呢 那群姐今天有帶來自己的美食 甜點吃完我們來吃一點 可以帶領我能吃的嗎 熱的可以嗎 熱的是什麼 我介紹一下我家樓下的 臭豆腐跟麵線 臭豆腐是炸的嗎 但是已經吃到炸的 麵線啊 麵線可以嗎 麵線可以嗎 它這個麵線看起來超多料的 你那麵線也太豐富了吧 對啊 裡面有柵仔 貢丸 還有貢丸 大腸 好豐富喔 好好吃喔 很豐盛 紅白美食 大碗50 滿足紅飯啦 好便宜喔 紅白美食啦 大家想像去你去夜市那種小吃店的 你有沒有概念 它料很多耶 超多的 超多的 很特別的是那家店呢 2032年 然後他們有 在店裡有一隻寵物鴨 非常可愛 我有帶影片過來 大家可以 享受一下 就是那個鴨療癒 它會跟你要東西吃 我用一個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鴨 可以看一下 你又去要東西吃啦 很可愛 七個月的鴨 小小鴨 就賣蚵仔米酸那個店 對 然後就是客人在那邊吃啊 然後冬天就賣 蚵仔 薑母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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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會跟客人一樣都會吃 好可愛喔 然後呢 趕快長大喔 那個老闆本來以為他是公鴨 但沒想到有一天 他下了鴨蛋 這一顆呢 是今天下的 送給你 今天蛋很珍貴耶 這個是昨天 對 對 現在缺蛋荒不是嗎 對 他們現在都不缺 養鴨他每天就會下一顆蛋 臭豆腐也好吃耶 對啊 小鴨姐不能吃臭豆腐 但是它臭豆腐是那一種 一顆一顆小顆 它不是大顆剪開的 所以它裡面很juicy 它炸得酥嗎 很酥 然後它裡面咬下去 是有水分的 然後泡菜也很好吃 泡菜不會太酸 臭豆腐達人 重點是泡菜的精華 真的 它這個泡菜也好吃 對 沾醬很好吃 可以冷了還不 不會難吃 真的 那厲害喔 可以炸熟一點 你們有吃嗎 我吃完了 喂 太乖了吧 他那一排臭豆腐吃完了耶 對啊 我已經吃完了 其實太誇張了 好好吃喔 謝謝勳姐跟依依帶來的 謝謝好棒喔 今天吃到這麼多好吃的東西 對啊 還拿到這麼好的這個牛肉 手裡捧著趙哥 對 的心血 對 趙哥 你一路加油 對啊 對啊 感恩 牛肉麵大王 我說真的 我們是花錢 花錢就要花在刀口上 對不對 不要偶爾那種 花錢滿足口腹之欲之外 我們要改善生活品質也是 說真的也很重要 真的 畢竟活得快樂 人生自然就會滿足 沒錯 然後也可以吃到 這種好吃的牛肉麵 是 人生更加的滿足 對啊 希望大家都有個美好的購物經驗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粉絲團 來按讚留言跟投票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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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開戰吧 讓你永遠選這邊 今晚開戰吧 讓你總是被成贈 新形態互動式綜藝 快快來訂閱按下小鈴鐺喔 不要 謝謝 謝謝 小鈴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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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鈴鐺喔